或者我從中學裏面和大家的製作業會 看到在學校裏面發生了什麽的作用 我想我比較可能講多一些的 我都會在通識科 因為我們學校正在實踐的一個Island的名牌 由這裏或者我們在實踐中 有些在偏望 看遠一點的時候 到底資訊科技可以在學校裏面產生什麽效果 我見到透過這個資訊科技 我的同學會有什麽呢 第一 他們那個平台 你當它是舊東西 甚至當它好像一本書那樣都不重要 這個平台裏面將會有它的學習工具 它也有它的儲存的工具 亦都有它這個所謂有些避書的服務 可能有些要提它的 然後跟著呢 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 還有一個教學的工具 就是這個平台裏面 我們希望譬如老師 我們以前可能就是 有些要做你的PowerPoint 或者怎樣注意出去 我見到呢 我希望在這個 就是E-learning 裏面 是能夠做一個中心 是把學生 老師 和這個 就是拉在一起 在老師方面呢 就不是說 就是用一個的 平台裏面 就是很linear的 跟著教A 教B 教C 教D 我覺得出來下去的時候 一些這樣的E-learning 是能夠令老師之間 是多了 collaboration 而這個 collaboration 是透過這些 IT 的工具 是令到他們有創意的 即是說他們不是跟著某個邏輯去做 他們是可以透過他們的工具 然後呢 是執一些適當的 即是 building blocks 去符合我們學生的需要 是見到我們學生是有進步 而也都是老師 可以在透過這些 building blocks 做一些東西出來之後呢 是收到一些回饋 而是繼續改善去做教學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在 IT 裏面 我們會覺得是很珍貴的一件事 如果同學的層面去看的時候呢 剛才說了 有些學習的工具 那學習一定有快和慢的 那有些同學可能很快 尤其是有些 我們現在新高中的課程呢 我們看到有四個 core subject 中英數通 那還有一些 next subject 那我們自己常理解呢 尤其是中英數通 都比較能力道向的 那能力呢 就是個人 acquire 的能力 那個時間呢 是有不同的 有分別的 那我想呢 在這個 IT 裏面 或者這個幫助裏面 去怎樣 acquire 這些能力呢 是需要去 extend the learning 的 platform 就是 beyond這個所謂的教室 那所以在這裡裏面呢 從學生的層面裏面呢 我們期望著一個 IT 裏面 發揮著一個功能 就是真的 address 個 individual difference 他們可以有 即是有興趣的 在多一些時間裏面呢 是訓練著一些思維技巧 一些應對問題的技巧 那剛才我講了簡單 剛才說 當然有一些時候 他們需要有 collaboration 學生是需要有 collaboration 但是 collaboration 在 collaboration 過程裏面 他們覺得開心 不開心得來呢 他們覺得 IT 可以越來越做得多了 這個過程裏面是給它一些 scaffold 即是它不是戀愛那裡的書 它應該是有一些框架 它可以看到 它在講一件事 是否言之成理 是它的核心價值在哪裏 那這個 IT 也是可以慢慢 逐點逐點 是令到人家 令到小朋友的思考 的習慣是漸漸地結合起來 那跟著我們當然 就是覺得 IT 就是剛才說的 是有些小孩子要停的 或者甚至在 IT 上面 你壓力給他們的時候 他能做到某些事情 那又有一件事很好的 就是剛才說的 在 IT 的內容方面 那希望將來 你當一塊東西也好 我們現在不懂得 label 因為如果你說 那本書的話 有些年度 因為事實上我們沒有 那樣的想法 但是它應該裡面的內容 就是老師 可以很方便地放進去 學生其實也可以放進去 所以說它是可以 整天可以 customize自己的行宅 我猜這個就是 我看到的一些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因為我跟這次人 最多就是 Ilet 我們看到 Ilet 是有這些事情 是一直在這個方向走的 所以我覺得 只要我走到剛剛的路的話 就實際上可以幫到下一段 接著我們是同學 那同學就先說了一本 謝謝 謝謝